而再过几天就是母亲节了 庄维香公所今天表扬各村推荐的模范母亲 感念这群辛苦的妈妈 为家庭、为教育子女用心的付出 而其中公劳村的黄庄玉兰女士 更是获得公所的推荐 来代表庄维香参加献扶的表扬 在乡长的主持下 依依向15位模范母亲班状表达敬意 感谢这群伟大的女性 辛苦养育子女、服侍公婆 照顾丈夫将一生奉献给家庭 因此公所在母亲节前夕 给予最终金的表扬 今年60岁有两个好心 不过一年跟她的老师 却今度还可以一天生一丑 经过的传利的推荐都非常优秀 在地方上都会有一种小有成就 教育主力都严重生教 都尽量什么教育 所以这种表扬是的 是是个荣誉 也是他們付出的我們對他們的尊敬 跟接受我們的表演 是我們非常開心的事情 其中這位黃莊玉蘭女士 也就是議員黃建勇的媽媽 更是代表壯為受獻服表揚 黃女士表示 從小要求子女做好自己的本分 就是最基本的期望 未來也要他們繼續傳承 跟我說是 十八要去三年做完會 討論的時間要去討論 就大家乖乖 他就都這樣做 今天中獎心來什麼樣 我們就欣賞你們精采的表演 不戀 妳也抱歉嗎 抱歉 抱歉也是很開心對吧 妳有什麼話要跟妳說 全部的小朋友 好 各位老師請把學生戴上的國伍 大家戴上的號碼的切斷 請戴上的國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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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戴帳的國伍 大家戴上的國伍 我們外國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戴我們這些孩子 是當然我們沒聽話 以前是都用口罵 我們一直都很聽著我們外國的一個話 所以今天就像鄉上的表演 非常感謝 身體更好 心情放得輕鬆 和大家這些怕孫 好好 過生活 我剛才說了 活到百四五 去他兵 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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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又歡樂的假日時光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